以和聪明人交流,和靠谱的人恋爱,和积极的人共事,和幽默的人随行,人生若能如此,就是最大的幸福,晚安,熬过了必须的苦,才能过上喜欢的生活,在一切变好之前,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,这段日子也许很长,也许只是一脚醒来,所以耐心点,该好运一点时间,晚安。 三不知道是越来越独立,还是越来越心虚,走了这么久,发现唯一靠得住的还是自己,晚安,四时间会告诉我们,简单的喜欢最长远,平凡的陪伴最心安,懂你的人最温暖,晚安,做人不要那么敏感,也不要那么心软,太敏感和太心软的人, 肯定过得也不快乐,别人随便的一句话,你都要胡思乱想一整天,或许太重感情的人,日子终究不会好过,分分钟把明月的晚节不复,晚安,留在身的伤口,也会在时光的药夜中慢慢的结痂,再痛得往事,只要不时时去抚摸就会淡化, 二,从容软身,放过自己,晚安,期人生遇到的每个人,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,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,就会有不同的结局,晚安,把有些人,有些事,该忘就忘了吧,人家从没把你放在心里, 就不要自作多情了,不出现,不打扰,是最后爱的方式,晚安,就不要为了迎合所有人,把自己过得这么累,费尽心思让所有人都开心,你会忘了自己该怎么想,晚安,神,没有人会为了你的未来满单,你要么努力向上爬,要么来在社会最底层的泥脑里,这就是生活,晚安,十一和十和地,你都要明白, 你是活给自己看的,别把别人的评价看得太重,凡事只要于心无愧,就不必计较太多,晚安,十二,愿时光能缓,愿故人不散,愿意惦念的人能和你的晚安,愿你独闯的日子里不觉得孤单,晚安,十三,生活本来就不易,不必适时可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,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,心若不动,朋友奈何, 你若不伤,岁月无恙,晚安,十四每个人的人生里,都会遇到一场措手不及的大雨,若你深陷雨中,愿有人为你撑伞,如果没有,也愿你有听雨的心情,晚安,十五,心里有你的人,总会主动找你,心里没有你的人,总是自动忽略你, 其实,沉默就是答案,躲闪就是答案,不再主动就是答案,其实,你早该明白了,晚安,十六,多心的人注定活得辛苦,因为太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,多心的人总是胡思乱想,结果是困在一团乱闹般的思绪中,动弹不得, 有时候,与其多心,不如少根筋,晚安,十七每个人都会累,没人能为你承担所有的伤悲,人总有那么一段时间,要学会自己长大,晚安,十八本事不必太在意,一切随人随心,人生多聚聚,人请随他去,晚安,十九,无论基点是水,无论终点在哪里, 反正一天又过去了,照顾好自己,如果尚有余力,记得保护美好的东西,不会不不不不总不退不磨机,晚安,二十你之所以会觉得难受,大概是因为你投入了大把时间和精力,到最后却没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,那种一瞬间被失落关满的样子,让你感到不值得,晚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